巴黎奥运会女排小组赛而组第三场 中国女排VS塞尔维亚女排 两队经过四局的比拼 最后中国女排战胜塞尔维亚排名小组第一晋级八强 关系到小组第一 两队都是全主力出战 第一局中国队开局落后 一传压力大进攻受阻 对方凭借博斯科维奇的进攻占据优势 好在失误送分 中国队追到六平后 博斯科维奇发球连续得分 中国队落后三分 这局中国队一直追分 追平又未落后 18平后对方发球好 中国队飞一船 而且对方不失误了 博斯科维奇手感火热 这局12分 17扣10中 中国队拦网限制不住 21比25落后一局 朱婷4分 李盈盈 龚翔宇各得5分 第二局中国队4比2领先 对方的球就是找博斯科维奇 朱婷进攻得分6比4领先 刁林宇连续拦网得分 领先4分 博斯科维奇状态好 怎么打怎么有 中球 轻打帮助追到十平 王源源拦住对方复攻 拦网中国队5比1 朱婷拦住斯科维奇 15比13 对方暂停 龚翔宇发球得分 中国队领先5分 打停对手 回来后 对方连追3分 李盈盈进攻 连拿3分 中国队继续保持4分优势 最后25比20扳回一局 这局中国队赢在拦网5比0 发球2比0 第三局 王源源和二船的快攻 配合默契 钉地板球很霸气 对方连续得分之后 被迟迟球 中国队3比4落后 中国队一攻不下球 被落左掉球打中 3比6落后 朱婷手步不适 换上吴孟杰 王源源拦住 博斯科维奇 追到7平 中国队这段时间失误 比对方多了3分 14比15之后 连得3分 李盈盈进攻得分 拦住博斯科维奇 中国队21比17领先 之后 对方追到差1分 凭借李盈盈后3 吴孟杰打手 中国队25比23 大比分2比1 这局 中国队赢在进攻 17比13 李盈盈手感火热 拿到22分 32扣19中 第四局 袁新月拦网得第一分 扣球得分后 中国队6比3打停对手 之后对方追进比分 凭借对方连续失误 攻翔宇大长线打中 中国队14比10领先 袁新月拦住 波波维奇 18比13 吴孟杰被拦对手 连追2分 蔡斌教练暂停 20比17 中国队2点换3点 李盈盈扣球失误 21平 之后打成23平 最后 中国队29比27 获胜 现在是3分裂膜 0分裂肢 5分裂溜